还有两天就是中秋节了 在这里要提前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那等到我们在这里吃月饼赏月的时候 明星们都会忙些什么呢 今年会跟爸妈一起过 因为我今年会在北京拍戏 中秋节当然跟父母过了 这个中秋节我准备和我妈妈 和我太太他们家里人 一家人我准备带他们去吃西餐 中秋节是个团圆的节日 不少明星选择了和家人一起度过 也有人选择和朋友相聚 周海妹就会叫上一群闺蜜 一起去家里聚聚 但也有人会在异乡赏月 陈乔恩就是其中一个 我在米兰 对我在米兰吃月饼吧 说起中秋节 陈乔恩想到的就是烤肉 在她的记忆中 台湾地区每到中秋节 家家户户都会烤肉吃 哇中秋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 因为我不知道在北京 还是在上海你们烤不烤肉 会不会中秋节的时候约大家朋友出来烤肉 没有 但台湾就会这样 台湾当中秋节是两三天以前 就开始大家已经约好朋友啊 什么各个阳台啊 就是你一出去全部挨家挨户都在烤肉 那是一个就是邻居也在烤 就是拿那个小的烤蹲着烤啊 站着烤 所以很重要 在记者采访众多明星的过程中 历年来饱受争议的五人月饼再次躺枪 不少明星真是到了谈五人月饼色变的地步 现在的越来越好吃了 小时候那五人的我真的受不了 里边还有什么青丝红丝那种 吃了好恶心 然后小的时候印象就过过这种节的时候 还不如吃元宵 你是说五人月饼吗 我饿了什么都吃了 但如果你要硬让我选一个我喜欢的口味 我是喜欢吃蛋黄 其实月饼就是中秋节团圆的象征 也会承载着成长的记忆 所以嘛就不要太为难某个口味的月饼啦 那我吃好吃的月饼 一般的月饼我也不喜欢 我记小的时候我们那种很传统的那一种 就很大又很厚的那种味道 但小的时候很爱吃 觉得吃块月饼 还挺幸福的吧 当然也有明星对中秋节不会太感冒 在他们眼中只要开开心心过日子 每天都是节日 我觉得节日不过这一天也会过 但是你每一天都要过得开心 才是最重要的吧 我觉得每天都是节日了 我觉得每天都是节日了 是因为都被也在一起 所以我过去的十几年 都有说这么的一句话 你可以查一下